你有試過傳錯訊息嗎? 無論是ICQ、MSN、遊戲聊天室、手機通訊軟體 但在沒有收回訊息的年代 常常發生一些不可挽回的尷尬事 比如說香港經典的新鎮之一家事件 本來一個家庭樂業融融的 在討論節日要是什麼 跟你做冬不如不要煮出去吃咯 嘿,你媽媽好像往年這樣煮就行了 就是不想媽咪那麼辛苦 不要浪費錢啦,我都煮了這麼多年了 有多辛苦咯 行啦,我不好討厭告訴你們 結果傑夫突然傳出一條AV網站的連結說 結果空氣突然的凝結 快樂的動作恐怕變成了他的頭氣 又比如說很久以前有一位台灣男生 本來看見暧昧對象今天心情不好 想要傳訊息安慰他 今天你心情好像不太好 如果有什麼可以跟我說我會永遠支持你 結果一不小心就傳給他的上司 只是工作上繁星,你都看到嗎? 其實關心 你呢?工作還好嗎? 本來知道傳錯訊息以後 男主角硬著頭皮隨便回答一句 就打算結束話題 沒想到上司追問下去 你不想知道嗎? 我放心的是 啊? 噢,想 結果他們就像真正的曖昧對象一樣 開始了每天互聊心事的關係 抱歉,昨天聊得很晚 真的謝謝你的安慰 沒事沒事,我應該的 昨天你說會支持我 我很意外 其實我也很意外 沒想到可以聊這麼多內心話 看來在職場上日久盛情是正實存在的 而在日本也有一位可愛的人妻 在上完大號後想要跟老公講 我拉了好多的片面喔 有這麼多喔 結果不小心傳給業務客戶 害對方思考了整整兩個小時 然後謹慎的用禁語回覆他 因為日本的職場很在意禮儀關係 我猜這位業務也緊張得超久吧 但觀看這些已經滿足不了我了 所以今天的題目是 你最尷尬的一次傳錯訊息或打錯字事件 來讓我們一起耻笑 咳,來一起看看大家都經歷過什麼吧 經過個年輕人是恭喜個大群組 打白痴珍妮 身體白色,請假一天 然後部門的主公回覆是 快點死啦 等一下,我教你們好搞打錯字的經歷 不需要你們好真心話 由於四川好想要放颱風家的鐵文 當班上的選組 結果不小心傳到有老師的選組 呵呵,這你們就要學習一下 香港小說新聞的真誠和勇氣了 希望明天十號封球 雷暴警告 黑色保育警告 加龍軍風 我們好開心啊 另一條隊的大粒佬是公司的打波group 發了一段話好好笑叫大家看一下 我看完覆了一句 我指點比你媽媽的豬點 我以為是另一個群組的朋友發出來 搞不得好 等一下,彼此尷尬 我更擔心你現在有沒有辦法蠢闊下去 跟選組的朋友豬虧結束了 再選組打太快 打很開心看到你們 打成很開心看到你們 拜,彩團 No,不可以色色 把剛剛拍攝隔壁部門美女同事的照片 發出自己部門的群組 過半人同時Online恥笑 居然偷拍美女同事 你的廉恥心在哪兒 你的道德感在哪兒 你的職業操守在哪兒 你的手錶拿著在哪兒 你把手錶拿著在哪兒 導致她的性情大變 性情大變 Oh my God 想當年,辦發發訊息 是唯一一個找暗戀隊長聊天的方法 沒錯,當你在青春的時候 我們的習慣偷偷地看著暗戀對象MSM上線的時間 然後努力想話題跟她聊天 一晚大家都說男生就需要主動 那時代已經不同了 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可有追求性疑對象的旋律 比如說性上市的熟悉遊戲 凌云諾 已經晚立了以男角為主的作品嗎? 女人 你跳起來的火 你自己來滅 女人 你在故縱欲情嗎? 那我就陪你往到底 夠了 我又在那霸道總裁的台詞了 我快又吐了 全新手遊凌云諾 顛覆過去女性去依靠男人上位的既定印象 把背景設定在 女子可以槍槍科舉的大起時代 有身為女主角的你 槍槍官職考試 進入朝堂 掌握自己的事業 體驗女人當自強的快感 男人 你再不對我好的話 我就用功勤把你給廢了 夠了 換我要吐了 在遊戲裡 除了日常政務處理 深潭辦案 還能酒訪客處 找出事件線索 揭發隱藏的反派角色 讓你能盡情放言客男 但是 透過發現線索 推理案件的過程 白種錦繡華服任你搭配 還能顧慮你喜歡的對象 透過送你 聊天等提升好感度 走之後還會受到 讓人臉紅心跳的禁喜禮物 為枯燥的朝廷生活 增添疑似樂趣 在遊戲中 你每個選項 每個決定都會改寫你的命運 結局是好是壞 全部都有你決定 心懷凌雲智 直筆彥是非 那所最美好的自己 永遠不晚 現在就來加入凌雲諾的世界吧 傳訊息給老闆 不小心把主任打錯成主人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這麼多台灣人會打錯了 看你們平常常常都在在不分的 注印真的這麼難用嗎 阿婆我現在來試用一下好了 呃 主任的注印是 呃 主任的注印是 欸 等一下 呃 主任的注印在哪裡啊 注印看起來真的好像火星文 每個都好像哦 呃 空白鍵 欸 為什麼變成豬了 為什麼沒辦法選字 我現在要幹嘛 我是誰 我在哪裡 在鍵盤上打上你要的注印 要一個一個的打 打完按一個空白鍵 然後再按數字鍵的聲調 哦 我懂了我懂了 知 呼 第三聲 我沒有看漫鏡 我是真的講不到注印在哪裡 知 恩 第三聲 為什麼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注印好難啊 給我把字打對啊 我看見狗伯企 我不知道原來你有這種癖 是那隻狗伯企 不是我 中文真的很博大精神 除了同一個句子 可有三百一種解釋 少一個標點符號 或是斷點也影響很大 像是 房租式一次性教育年 幼稚園提供全日性服務 還有基典的市值向下體現香港精神 诶 這樣會不會讓大家覺得香港都怪怪的啊 好 我的單體修優格我站 我算答沒問題 打錯性沒問題 錯性需要麻都還一樣 因為香港人打字通常都用數層或是倉截 他們都是根據部首來選字的 所以錯字也通常沒有邏輯 像是炒雞蛋會變成炒雞牆 赤酒會變成藏油 染頭髮會變成溪頭髮 但如果你遇上一個香港人對你說ONI 他沒有打錯字 他是在稱讚你 傳給女朋友說今晚吃尿你 結果不小心傳給他姊姊 然後他回了一個OK的貼圖 朋友要傳跟暧昧對象的聊天解圖給我 結果直接傳給暧昧對象本人 後來又在一起嗎 11月11日 他跟我一起信祝 我生日套冠棍 老媽問中午想吃什麼 我只是想回隨便 結果傳成隨便 喂 為什麼這者留言會有味道 回老闆消息 想說Give me a sec 變成了Give me a sec What if What if you say yes 跟店員傳訊息說有優惠嗎 你這樣 你這樣怪害我很想要講 問店員有沒有可以差的店員 然後他害羞點頭說可以的浪笑話 不行 我又忍住 我忍住不能講 暗示講的 嘻嘻 有天下班的時候傳訊息的老婆說 老婆怪 愛你喔 然後我不小心傳到公司尋主 我沒發現 結果隔天上班大家都對我說 怪 愛你喔 怪 愛你喔 誰在WhatsApp和張伯閨說3日快 打算了3日快 誰都是沒有維修功能 請問一下你現在是否用這個Wi-Fi上網 只要沒朋友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哼 我看你是沒有試過傳訊息跟自己聊天 沒有跟自己聊天過的人 誰資格說是變猿人 好啦 其實從回收訊息的功能出來以後 這些尷尬的事情也都成為了過去 但那種對著曖昧對象傳訊息時 是怕自己會打錯字而一個一個檢查 出現沒問題才按送出的小路亂章性情 我猜到未來也不會改變吧 你又有沒有一些關於傳說訊息的訊息呢 來一起分享吧 我還有東西 唯一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